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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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标志明镜与点栏目 将这个事件完成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我们的原代码 我们之前也有学习到了sdlq的这个事件 对它进行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现在这节课中我们将学习如何检测 一个按键被按键时的状态 并学习如何将它展示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学习到了tru type字笔 在我们这节课的原码中我们看到很多和tru type字笔中一样的 首先大家看一下 我们首先还是我们常规的一些做法 定义了它的长和宽 定义了一些指针 包括message screen background 在这里面我们先进一出四个message 这四个message分别用来记录我们n下上下左右值的值 接下来是一个事件的结构体 然后是我们在上解构中所学习到的一些过程 对字体进行颜色还有设置 接下来是我们一个优化加载的一个通用过程 这个过程我们不必每次都自己打出来 我们可以借用我们前面所学习到的一些代码 然后利用它 接下来是init 我们想要使用sdl init 或者是tdf init 使用它的目的是为了使用旗下的一些功能 比如我们想使用sdl的suffer 我们必须先处置玩sdl init tdf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是一个加载文件 加载文件包括了背景还有字体 字体里面这是自己的类型还有大小 接下来后边是一个检测判断 clean up 我在上节课中已经说过了 就跟我们离开家门一样 我们首先先关闭我们的清空我们的背景 然后是一些信息 接下来是关闭它的链接 然后退出最后再退出sdl 接下来进入我们这节课中 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在主力函数里面 在主力函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显示信息比较快速的渲染方法 第一个参数代表是自己类型 第二个是自己信息 第三个是自己的颜色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我们的一个循环里面看到了 这是我在刚才所讲到的一些关系 然后我们主要看一下switch switch里面包括了上海左右 然后后边是当我们上的时候 他会触发上这个事件 然后接下来他会将这个信息 附给message 然后break 因为我们使用到了switch 我们结束一条语句的时候 都将使用到break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信息的一个显示 显示过程中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写呢 我给大家画图演示一下 这个图是之间画的 我们是一个大的表面 然后这是我们的信息表面 假如我们想要我们的信息展示在中间 我们用我们这个大的长减去他的长 是剩下的一部分 我们将剩下的一部分分成两份 然后其实就是这样的 分成两份 然后将它减成 因为除以二了 所以这部分和这部分加起来就是这个的大小 就是我们那个suffer的大小 然后剩下是中间这部分 中间这部分只要除以二的话 就是我们把这个框显在中间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中所学习到的一些内容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练习一下 大家可以发现我们这节课中的代码 没什么新意 只是一些算法上的使用 然后大部分东西都是我们在之前所学习到的 如果大家对课程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发邮件告诉我 如果有问题的话 咱们可以去讨论 下一节课中我们将学习按键状态 在学习按键状态之前 请大家做好这节课的安排 将这节课中所需要的一些功能进行实现 亲手实现才能真正检验你是否学会 谢谢大家的观看